instability 全開的 大家,有多麼深愛香港該國家 香港這麼多國家 香港特別國家 香港特別國家 大家好 今天是 20240 2024年 不是20240 不是密码 6月10号 非常奇葩 叫了你 不要搞礼貌活动 你看看 白脾气 生气 在这里 中环的士 怀疑失控 情绪失控 产上行人路 厉害在于 雪厂街 很多律师那头 的士就凌空 在石顿 摇摇欲坠 这个奇葩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而这个外籍女子 遭到藏妃 倒饿在雪厂街 你知道 洋人司法特别香的 在罗奇 无论怎样租责你 在这里 说你共产党灭亡了 一国两制 荡然无存 香港玩完了 你都不敢奈何何的 最多不是找叶柳 扭下屎法 但是 普通那些 随便不急起身 唱歌歌那些 就拉走了 可见了 洋人司法特别香 这个 rule 是永远都对的嘛 所以有能力的 早日移民 无能力的积序实力 然后移民 拿回个外国籍 怎么都高人一等的 不是我说的 危康老前辈说的 钟祖康说那些 来生不做中国人 太晚了 要今生不做中国人 要现在不做中国人 所以今回 喂 你碰到普通本地人 好地地 你碰到外籍女子 这个 是不是 还在律师行旁 你 上屎啊 你 大家看一下这个的士 哇 真的 这样插下去 都好奇葩啊 路过的其他的士 碰行碰过而已 就是见到的时候 同类哦 不知有什么感觉了 话说 这个是黄色暴雨 警告生效的期间 这两个的士 沿下阿里北道 驾驶 怀疑因为天雨露滑 就失控 铲上这个行人路 等一下跟大家看一下 那个地域 这名是爱尔兰籍 旁边的就是爱尔兰 在英国旁边 不是北爱 是爱尔兰 旅途人呢 哇 屎硬啊 被的士撞飞之余 由于那里了 所以是 在十米的山坡那里 滚下去 的士就撞毁为难 石等 石屎飞弹 哇 撞爆了石子 击中一辆 再有三名乘客的的士 连环了 咦 明明为一名爱尔兰籍的 旅途人租的士撞飞 由十米高的山坡墮下 为什么无故随身西兰籍 女子脚步骨折 转了各席 撞一撞 可能他说另一名人士来的 是 租到石屎飞弹的那两辆的士 那他就好点 脚步骨折 石屎飞弹都厉害 幸好神智清醒地说 就送去玛丽医院 就留下把傘 慢着 这是什么新闻来的 外籍女子遭撞飞 但是最初就说一名爱尔兰籍女徒人 因为他这里就说 被石屎击中的那辆的士是没有人受伤的 就是那个新西兰籍的女子又是谁来的呢 新西兰和爱尔兰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嘛 假设是同一样东西了 OK 他搞错国籍啦 我就这样爱籍算啦 唉 乱乱来的那些记者 那就是说那个女徒人被的士撞飞 飞跺十米的山坡 然后只是脚骨骨折 这都很厉害啊 还要神智清醒 是他的啦 应该是爱尔兰籍的 新西兰籍出现一次 爱尔兰籍出现两次啊 学那些数共产党报纸时候那些啊 9号啦 上午 10时42分 早上就是神运啦 的士车头一直插行人路 车尾是凌空升起的 撞毁栏杠 这名是28岁的爱尔兰籍女子 在行人路上走避不及 被的士撞到 和行人路的铁栏 一起就聚落去雪厂街地面 脚步骨折 我就是撞飞十米的意思呢 是去倒地 手臂不及 开倒而已 如果是撞飞的时候呢 好像海叉王路飞那些 实层没有生啊 这名是涉事的 44岁姓胡的 这位的士 真是胡来啦 今次 消防员怎样救呢 就用钢索先 固定了车身 就是勾住它啦 然后拖回去地面那里的 再由拖车去拖走 至于被石屎击中的那个的士呢 就命中了这个挡风玻璃 那算好赛啦 换下个挡风玻璃的 应该都是失控的这辆的士 赔的啦 你有时都不明白的 是不是那些的士 为了省钱呀这车主 那车保呢 越来越贵 就是因为 就是你省不了的这些 保养做不足呀 就为连检各样的时候啦 有时省费呀 求求奇就算了 不是怎么会那么容易呀 那另外啦 大家就不要怀疑这位 因为他做了走蒸呼气测试的啦 没事 纯粹就是辆车 这样啊 失控 司机呢 就被控涉嫌危险驾驶 这样就被捕的 好了 另一单和车有关的消息 这次是Elon Musk发脾气呀 大埔沙门仔路那里车祸 Tesla七人车箱撞呀 这次有市伤呀 一市五伤 老虎昏迷 宋远不止 就是危险呀 你看到这些Tesla都避开呀 听过几单都是Tesla失控呀 这辆的士旧牌的 就不是Tesla 大埔啦发生交通意外 一市五伤 九号呀 又是九号呀 下午一时 Tesla沿三门仔路 就往大埔方向行驶 同一辆七人车箱撞 七人车里面 79岁女乘客 昏迷不省 送往哪达素抢救 呀 忠告不止 由这图看啦 似乎就是七人车 你看到这样切过来的哦 Tesla就是后面那架 那如果是可能切线的时候呀 那理论上 你个Tesla要收小小油的 如果他强硬切过来 已经不是形头对撞的了 叫做 但是那条路叫做多高速呀 咦 不是呀 翻查回另一单呀 的新闻 我以为切线啦 原来是撞到打质呀 难怪有人试啦 是七人车司机涉嫌危家 逆线 迎头撞到这个Tesla 你由于迎面对撞的 那你之所以会逆线啦 当然就是 只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想着超车咯 用不用呀 七人车都这么狼死 一家大小的呀 已经拘捕的就是 七人车 姓阳的南司机 就话说这架呢 去到海市处大埔海市分处呀 吐露港的头啦 七人车怀疑呀 逆线 反方向驶道 就令到两车型头相撞的 这些逆线的那些呢 你是要遇到的 有时遇到这些的时候 尤其啦 当你那条路呢 你又不是几线行车 你只有那两条线 一条是你的 一条是别的 无端端呢 你有时要的 在英国开车 见到那些单车呀 见到其他走得很慢的 例如马车咯咯 够胆使 你是需要很小心 对面有没有车的 如果你想超车呀 是完全不可以分神 万一你真的想超车的时候 是可以 但是第一样东西 就是你前面那辆车 一定要是很慢很慢很慢才行 还有你一定要看有没有对面车 还有两边行人路来的 你这样超车 其实是万一超不到 很危险 很危险 好了 另一单消息 都是 的士发脾气呀 这里 红的啦 不用进行人隧道的 现在行人隧道 但是这次呢 那位司机就很有礼貌 可能因为礼貌运动 这里 元朗一辆的士 就不用进行人路 有港男看到呀 于是乎就拍片公审 想着 长者司机就求饶的 虽然他逼他呀 他就说放过他啦 好不好 这样 这个是香港突发事故报料区和讨论区那里的 事发地点是元朗区 影片可见一辆红色的士停在行人隧道的行人路上面 长者司机疑似想在行人隧道那里洗过去 还有 还有向安去逼这个事主的 他以为行车隧道啊 哪有这么小条的 那于是乎啦 男事主呢 那些要经过特别处理啊 这里行人隧道啊 X里路X里逼我 这里元朗你知道的嘛 可能在砍油啊 不清楚了 面对指责 长者司机很有礼貌 在车里面呢 不断地道歉 我不释路啊 对不住 对不住 是我错 道了歉了 司机就说啦 自己不释路 让这个导航APP呢 去误导的这么厉害 这个什么导航APP啊 吃得的啊 拍片者就说啦 你下次进元朗 小心点啊你 你走 5X想跟你讲话 那就是说司机被人放过了 但其实有没有放过到呢 人家拍片公审了你啊 很快就像河马那些那样的 是不是啊 起鬼了他们底各样 哎呀 不见有人起他弟弟底的 我很想知道啊 那个弟弟连同银行职员诈骗 450万这件事 没有处理到的 很神奇 反而河马那些私事 这么多人关心啊 DAP他堂是不是啊 那帮人 证明除了迷倒可白之外 还有其他的同路人啊 嘿 有很多网民说 不可以这么快放过这个司机啊 他说罔顾道路安全 不识路大了啊 年纪大大了啊 进行人隧道 你要铲上行人路才进到的啊 那就是说这样驾驶法啊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上了行人路啦 根本就拼大冒乱 历时地来 试下啊 撞死个阿婆 跟着跟人说 跟个官说啊 不识路 看下会怎么 这样都可以的吗 这样样的啊 根据简易程序自序条例 这样说啊 如果无明显需要 在行人路上拆骑或者驾驶呢 预述犯罪 就会判处罚款500元 这么轻的原来 或者监禁三个月 就是铲上行人路 哦 他charge你这条 你撞死人 好像刚才那一辆的士 就不是的啦 不是 七人车啊 那个是 但是他撞死那个自己的那个 那个女司机就受伤咯 好了 这个中环雪厂街啊 金钟站 香港站 应该香港站出咯 中环站出 中环站出 隔离那些咯 过了不打街 皇后像广场 行上小小 这个就是雪厂街的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啦 雪厂街嘛 中环站 你猪出口啦 智地广场那条路 那来到这里 我是神奇在于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个石灯的呢 这头 这样啦 他是怎么可以撞到下山的呢 哪里有山被他撞到下去啊 雪厂街 哇 这条就是雪厂街啦 虽然很长的 但是 他是哪头啊 就是上小小小啦 这条雪厂街 走上去 哇 很高难度啊 他在哪里 撞到落地啊 sorry啊 转转转轨了 这样上去啦 应该就上面一带啦 这些位置 咦 他说的是滚下来的雪厂街啊 滚下来的雪厂街 雪厂街的上面那里落的 他不应该说雪厂街 啊 摆到明是个记者偷懒 是啊 没错 因为他在雪厂街那头 应该下阿里北道 没错 下阿里北道跌落雪厂街 是这样就对了 你应该查的是下阿里北道 那个才是主角 下阿里北道在这里 下在这头 然后呢 就失控 然后这里 撞到雪厂街 下阿里北道 那这头 那这头 为什么会失控呢 下阿里北道 这样落 高速 你这头 直落 呃 斜路啦 应该是 嗯 然后失控了 然后撞过去 一半 他应该有少少收油的 如果不是都不会停了在这里 这样啦 还是还是这里冲下去啊 但是要stop的哦 他没有stop到想着这样扭过去 我觉得这个乘数大很多哦 对了 这个乘数大很多 原本这里呢 我猜的 就是啊 就要转弯的 然后你就急扭转右 而转右的期间 由于滑了 你失控了 这个位置撞到 我会猜是这样 他说刚好行山哦 在阿里北道这些 爱尔兰籍嘛 撞一撞变新西兰籍 哎 这些报纸都不知道搞什么 Anyway 跟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门仔路哦 三门仔路哦 三门仔路那个撞 你可以看到一辆七人车啦 贵的东西 还有Tesla 都是贵的东西啦 那这里有安老院的 他可能 就是那辆七人车啊 七十九岁老虎嘛 摘起了妈妈那些来的 他有机会就被华里山那边出来的 啊 那在这头撞哦 那这头呢 逆线 其实他只有两条线的而已 啊 窄的 那你无端端逆线的时候呢 你为什么会逆线呢 啊 你要想这件事哦 他这头没有泊车没有成 没有死车 就就是说 盐前面的车慢的而已 只会 那你逆线超车啦 对面有车来啦 尤其他可能在这弯位那里 那就撞鬼了啦 啊 那应该就是这样啊 哈